在国会的这个议帐里面 最近的现场您可以看到 在迎进党团这边呢 是他们早早就已经拉好了布桥 以及呢是准备好了这些看板 上头呢是写着程序黑箱 议事录无效 以及呢认为说前几次 前两次的这个业会上面 都是采取用举手表决的 认为这是违法表决 所以整个议事呢 先前通过的二组法招 他们认为呢 通通都应该要是无效的 那其实今天整个的议会呢 从七点议场一开门的时候呢 双方一进来 其实今天民进党团呢 他们就没有在议场 要来进行有推击的冲突 要来抢风鼠鼓台这样子的打算 所以在进场的时候 都是相当和平的 不过呢一进到议场里面 双方就提了呢 谁可以抢接来接 他们准备好的这些布条 蓝绿白呢是都发生了冲突 因为呢其实进场的时候 他们直接占领了主席台 但是后方的这些位置呢 都应该是由他们来贴 他们准备好 不过民进党也觉得说 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布条 贴在比较隐隐的地方 所以呢 包含了陈寗飞 还有陈玉珍 就先爆发了 不过呢在今天呢 冲突最严厌的期间 主要呢就是因为 麦玉珍呢 他不满说林淑芬 怎么从后面来有推他的动作 于是呢 他就回头来理论 那林淑芬呢 也觉得他当下呢 是有被打到的 两个人就爆发了身体冲突 而林淑芬呢 那个麦玉珍的脸上 有威权这样子的动作 而现在呢 这个麦玉珍也是第一时间 先到了台大医院 这边要来进行后续诊治 他觉得脸非常的痛 是非常不舒服 不过林淑芬也是两度的 走到异常 外面受访 再三的强调说是 对方先动手 他是出于自卫 才会来反击的 那现在双方当然是各说各话 那其实九点钟的 这个到十点中间 这一段时间呢 通通是国事论坛的时间 那双方其实 针对待会要来进行的意识呢 没有做太多的讨论 主要呢 都是针对在七点到九点 这段时间 在议场里面 爆发的一些冲突 双方都在互控 是对方先动手 才会演变这样子 激烈的冲突的场面 那现在在议场里面呢 天天空军党呢 是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的裤条 还有呢 他们的餐板 预计待会等到院长韩国瑜 重新回到议场 准备宣布 开始议事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来进行一些 员喊口号 等等这些的程序 想要来 可能性行 非格议事的行为 那今天呢 其实整个议会 也是第三次来处理 国会职权 相关修法的 这一些讨论了 那其实呢 这个公民党也有统计 每一个条 我现在在逐条 来念这些法条 那包含呢 民党这边会使用 文工这样的方式 也就是呢 会不断地重复表述等等的 所以每一条的法案 他们就得要 至少要省半个小时 是非常的久了 那今天他们也预计呢 可能会在下午的时候 也是按要来延长议会 所以呢 也会像之前两次一样 可能都要延长到12点 今天又是一场持久战 那然后待会呢 又讲韩国瑜 就要一场一面后 今天的这个议事呢 就会准备来开始了